两只恐龙正在干假 而旁边卖单的是三个现代人 正在手拿录像机怼脸拍摄 眼看被发现 三人赶紧分头逃跑 博士想到蛇行走位是最安全的 就在霸王龙眼前嗅起了风骚走位 智商受到侮辱的霸王龙直接将它叼起 还好只是咬住了背包 逃跑的博士这边又遇到了暴龙 只好站在橱窗中一动不动冲当模特 下一秒嗅觉灵敏的暴龙张开大嘴 这边小莉看到非常担心 结果博士在另外一侧跑出 躲避时发现一罐冷冻液 赶紧一边逃跑一边喊着准备投尸车 眼看身后的暴龙越来越近 直接一个弹射将冷冻液投进暴龙的嘴 下一秒尸体开始膨胀 砰的一声就炸了 看着漫天的碎块 时光机也跟着掉了出来 正要上前 结果被一只飞过的翼龙带走了 这下他们想穿越回去几乎是不可能了 原来当初小莉交给博士一块远古化石 看着上面的凹槽眼熟 掏出自己的打火机放上去 结果完全吻合 这让博士非常惊讶 为了弄明白怎么回事 博士便造出了时空穿梭机 带着小莉还有助理开始实验 结果头一次穿越没啥经验 顺着河水掉进了蓝色的漩涡中 再次醒来的博士躺在了沙漠 站起身发现天上居然还有三个月来 跑在三个人还在一起 只是弄丢了时光机 这时看到远处过来三只星星 助理赶紧出来表现 吓跑了其中两只 在石碑的后面发现一只落单的星星 好在小莉略懂一些灵长类的语言 与她进行一阵复杂的交流 让她带着众人离开 可没走两步沙子突然陷入 大家顺着管道掉进了一个山洞中 正在大家研究怎么出去的时候 十人树的藤蔓悄悄将他们一个不落地掉在了洞中 众人手拉着手开始摇摆身体 打算利用惯性抓住旁边的大树 眼看越来越近就要成功的时候 一位博士得到一个两亿年前的化石 掏出打火机放上刚好严丝合缝 为了弄明白怎么回事 造出了时光机穿越回了两亿年前 结果四个人正在悠闲地荡着鞦韆的时候 一只霸王龙张开了大嘴 刚好咬断藤蔓 落地的众人赶紧撒腿就跑 身后的霸王龙越来越近 还好前面有一个独木桥 回过头看着恐龙抬起后腿测量了一下距离 感觉危险的他转身就离开了 可这边的博士开始给众人磕补 你们别看他身体这么大 脑袋其实只有核桃人大小 离开的恐龙瞬间停止了脚步 回头发现博士还在那没完没了 众人直到跑进山洞才算逃过一劫 智商受到侮辱的恐龙大叫一声 吐了众人一脸口水 这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到了晚上洞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博士走出了洞口 看着地上包裹粽子般的食物 走上前去查看 居然是数十斤的大核桃 演出的恐龙会心一笑 这下今后自己少不了恐龙大哥的赵博 天一辆博士决定走出山洞寻找时光机 带领大家来到了翼龙的潮雪 在布满恐龙蛋的火山口发现了时光机 为了能够穿越回去 博士挺身而出 迈着妖娆的步伐穿过层层恐龙蛋 成功地拿到了时光机 刚一转身恐龙蛋壳开始破碎 转眼所有的小恐龙破壳而出 博士集中生智 对着他们唱起了摇篮曲 小翼龙们也是配合地闭上了眼睛接着睡去 此刻大家的心情也都放松了下来 小丽拿着时光机调试 突然搜索到不知名的讯号 朝着信号的方向走去 看到一个透明的三角晶体 走进来发现里面是一个山洞 到处都是昂贵的蓝色水晶 突然身后出现一个红色蜥蜴人的投影 告诉小丽这里是上古遗迹 原来外星人要传送到地球掠夺资源 由于能源不够 需要小丽手上时光机内的晶体 所以不要把时光机交给其他的蜥蜴人 看着地上红色蜥蜴人的尸体 小丽瞬间明白了一切 刚要告诉博士他们 转眼就被蜥蜴人抓走了 一只巨大的螃蟹朝着三个人走了过来 挥舞着前子正要饱餐一顿 转眼之间 螃蟹就这样把自己给煮了 挤出一些柠檬汁 三个人扛着蟹腿开始吃了起来 酒足饭饱以后想起一起来的还有小命 结果在海边只发现了他的背包 赶紧跑进山洞进行营救 假扮成蜥蜴人混进外星员遗迹中 看到小丽被他们关进了笼子里 脱下碍事的伪装 一个助跑跳上了笼子 再来个剪刀脚轻松干倒看守的外星员 在铁链断裂的前一秒成功逃脱 转眼博士的老仇家霸王龙再次出现 这次博士没有退缩 示意让小丽他们先走 来个非常帅气的翻滚 捡起了一根打狗棒 拿起棍子的同时看向恐龙的眼神 也变得充满信心 紧接着跑向恐龙来个帅气的撑杆条 另一边蜥蜴大军整装待发 拿到时空机的头目也调整好了坐标 这时博士骑着恐龙赶了过来 怒吼了一声便冲进了大军中 巨大的身形犹如虎虏羊群 蜥蜴大军很快被消灭过板 接着博士来个非常帅气的姿势滑到了地面 大家都非常好奇 明明已经被恐龙吞进了肚子里 究竟是怎么出来的 原来博士在恐龙的肚子中一路挖掘 再顺着大肠一路爬出来 顺便还帮他治好了多年的便秘 如今恐龙已经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在与恐龙兄弟击掌道别后 发现传送水晶已经被蜥蜴头目起落 博士赶紧上前与他进行殊死搏斗 打斗中不巧弄碎了其中的一块水子 这样导致传送器开始不稳定 这时助理抓住了蜥蜴人头目 把离开的机会让给了博士二人 做了简单告别后 博士拉着小美跳进了时光漩涡中 成功穿越回了现代 而留在那个时代的助理 带着猴子回到了部罗 看着跑过来的一众美女 觉得自己留在这里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从此在这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好